火力全开,许欣4比0大胜德拼主力,半决赛将战争本日和北京时间2018年7月28日上午,奥公赛南丹四分之一决赛,本场对阵的双方是国拼主力选手许欣和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。 首局比赛开始,两人因为都极为擅长中远台相持,所以比赛当中并没有过多的控制,而是直接进入到中远台连续相持的阶段。 在这一局当中,许欣现在有点慢热,上手的命中率开局并不是特别理想,但在此局的中断,许欣还是通过连续正手拉冲的调动逐渐打开了局面。 11-7许欣先胜一局,第二局,许欣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,连续正手上手,拉开角度,让弗朗西斯卡难以招架。 很快许欣就以7-1领先,随后很快以11-3再胜一局,第三局的比赛,许欣在上手中更加入了节奏的变化控制。 虽然弗朗西斯卡仍高马大也具备很强的周旋能力,但在许欣极具穿透力的进攻下,还是难以招架。 很快许欣就又4-1领先,随后弗朗西斯卡盯住许欣的正手位空档,连续拟拉得分,逐渐将比分差距缩小。 但还是无可避免的被许欣以10-7拿到局点,随后许欣以一技超强穿越,11-9锁定此局胜利。 第四局,虽然弗朗西斯卡紧紧抓住,许欣正手位空档弹击得分,一度以7-4领先。 但许欣通过针对对手的反手节奏,一步一步将比分追了上来,又通过一技超强反拉,最终以11-9锁定胜局,一大比分4-0战胜对手,顺利挺进半决赛。 他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日评选手张本志和,中国体育直播平台ZHIPO.TV,正在全程直播澳大利亚公开赛,欢迎关注收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